另外一個問題主要就是說比較不了解這一個跟這一個的差異 特別注意這個SARB後面只要小瓜湖裡面沒有任何的放任何參數 它就可以單獨執行不會有問題 但是如果說將來你的小瓜湖裡面只要有放任何的參數的話 跟各位講你就不能單獨執行 你什麼時候能執行就是你只能被呼叫 有沒有 也就是說因為你加了參數 所以你現在的角色是被動的 你只能被呼叫 你不能夠自己執行 如果你自己執行的話 那因為這兩個參數是空的 沒有參數那會造成什麼 就沒辦法執行一定會錯誤的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小心 那也就是說這個是這個共用的SARB的一個使用的規則 可能要特別小心 因為可能之前同學對這種共用傳遞參數比較沒有概念 所以我特別講一下 但是這部分其實你如果將來程式要更上一層多 這個是絕對要貴的啦 不然的話你的程式會寫得非常冗長 你可以思考一下如果我今天我這個程式 就是假設如果沒有寫成這樣的話 那我勢必可能必須把這一些東西怎麼樣 篩在這個位置 然後這邊就可以拿掉了 但問題如果把這一段程式篩在這個位置的話 這個程式RUN也是可以RUN的 只是說如果我這樣子敘述的話 我光講我看很多同學都已經還沒講完就昏倒在那裡了 因為太複雜了 所以有的時候我為什麼會這樣寫 其實基本上有幾個精神 第一個這個程式要越短越好 就是越精簡越好 你不要說寫得那麼一大串 然後最後連自己看都看得很吃力的話 那樣的程式撰寫方法就不是很OK啦 我自己的風格是這樣 我自己習慣就是說反正我一定要 那個邏輯結構很清楚清爽 OK 所以我勢必會把重複的東西 把它獨立到另外一個什麼 另外叫共用的SUB 透過兩個參數 可以傳遞然後做一樣的事情 所以有時候你要思考 如果哪一段程式它一直不斷重複的話 那你要思考說 那我是不是應該直接傳幾個參數給它 它就可以幫我做一樣的事情 OK這個可能需要時間去思考 OK 不是一下子馬上可以了解 但是也不是完全不能懂的 而且不是只有VBA這樣寫 其實任何的程式都一樣 你說Java啦 你說Python 其實寫來寫去也都差不多 也還是一樣 要呼叫 如果在Python裡面它是一個Function OK 只是說在VBA裡面它名稱可以叫SUB 反正只是名稱差別其他都一樣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小心 那所以喔 它這一個SUB一定是被呼叫 被誰呼叫 被他呼叫 有他才有他 如果沒有他那就不能讓他 OK這一點可能要特別注意 那當然最後呢 你甚至可以把這上面的所有功能 全部串在一起 你講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 你剛剛講這麼多 那可不可以乾脆呢 你就直接把它Run出結果來就好了 那你剛剛就是把什麼 下載這些通通都放一起怎麼辦 很簡單嘛 你就再寫一個主程式 這個主程式的話呢 那你第一步要什麼 第一步就是call他 所以你就是什麼 先把他的名稱放過來呼叫他 呼叫的話就是前面加個call 因為他這個地方的話前面沒有任何參數 所以你就不用再加任何參數給他 就打一個call就可以 call控一格 第一步就是下載 然後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在call這個 所以這第二步的話就call他 那一樣嘛 前面加一個call 其實我跟貴講 甚至你前面不加call也可以 只是我習慣前面加個call call他這樣就OK了 最後甚至你可以怎麼樣 再把G1裡面的東西怎麼樣 清空算 這樣什麼呢 G1等於 清空的話就什麼 點什麼 點ClearContents 或等於空的也可以 ClearContents 有沒有 OK 當然你想說呢 那老師可不可以 這邊如果合併儲存格幫我恢復可不可以 可以啊 怎麼恢復 前面加一個un就可以了 就在取消合併 OK好 那所以我們來跑一下 第一個我這邊設中斷點好了 反正中斷一下 然後跑跑看 執行一下 第一步喔 先下載 下載下來了 他就下載了 OK第二步 去幫我切過來 並且做AutoFits OK了 第三步的話呢 幫我把這裡面的東西去掉 就是什麼 一行嘛 ClearContents 有沒有 就是這個Contents納掉 不過呢 他說什麼 欸 無法對合併的執行怎麼辦 所以我們的順序 就顛倒一下 就是先怎麼樣 讓他怎麼樣 把這個裡面的這個 有沒有 儲存格先把它怎麼樣 先取消合併 有沒有 然後最後的話 ClearContents 這樣子的話呢 就OK了 有沒有 順序改一下嗎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 OK 那也就是說啦 當然呢 寫程式沒有人叫你說一次要從頭寫到尾 沒關係 你就按部就班嘛 所以我的思考點 所以喔 第一步我不會寫沒關係 我至少會寫這樣啦 我就知道我後面可以寫個回圈就好了 所以第一步這個 凡事最困難就這個寫出來 OK 所以回去的話 你可以思考看看 盡量喔 如果可以啦 不要看我的程式 自己把程式打出來 那表示你應該是OK了啦 如果不行的話 多多練習 像這個東西其實喔 我是覺得 程式設計喔 最麻煩的地方就是養成的時間 一定要不可能太短 所以喔 相對的取代性也會沒那麼高啦 因為你要養成一個具備有這樣能力的人 他絕對不是說我今天跟你講 你明天就會了 如果是這樣 那就比較專業了 那如果是這樣 今天跟你講 明天就會 那薪水一定很低 如果今天跟你講 哇 那你要講 你要很久很久之後才會的話 那越是困難的喔 那當然呢 待遇絕對不可能太差啦 所以其實當然 我只是OK喔 剛剛講的 那再來就是全部 再來就是什麼 把它下載OK 然後最後的話就做出這樣的結果 所以如果 假設啦 我如果不中斷的話 就來全部跑一下 你這個把它再換上這樣 OK喔 因為這邊有我的 然後這邊就不要射中斷 我來跑一次給你看 大概會閃一下對不對 所以以後的話你可以什麼 下載的位置 你可以乾脆把它丟到遠遠的 你就不要讓人家看到 甚至你也不用合併啦 有沒有 也OK 大概是這樣 那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喔 可以再增加一個什麼 把它全部合併在一起的 畫面再還給各位 試一下 那有些東西的話呢 其實就可以去掉也沒關係 像那個什麼 我們要不要把那個 範圍做跨欄置中 如果不做 那就不用把它再取消回來 OK 試一下好了 反正最後程式的話就是 每一段每一段 你把它扣在一起 然後這樣的話 就可以變成一個主程式 把它run出結果來了 那麼 好